近几年来,国产恋爱综艺节目多不胜数,然而能够封神的却只有心动的信号2,无论是嘉宾质量还是结局售后,都堪称,前无来者,两年的时间过去了。 然而,奇闻CP依旧没有淡出观众们的视线,都说恋爱综艺全都是设计好的剧本,可这两位的故事又仿佛证明了,凡事都有例外,除了赵奇君和杨凯文的甜蜜日常,其他几位嘉宾也偶尔会给大家带来惊喜,比如威廉和珍珠的近期的合照,又让曾经高举珠联碧和CP大齐的观众们激动不已。 如果说心动的信号2是最成功的一季,那么心动的信号3便是最拉胯的一季,首先是男5个人作风的问题被曝光,让节目差点面临停播的境遇,女4也因此被无辜牵连,丧失了亮相的机会,其次便是结局和售后都不尽人意,女3正情心明明很漂亮也很有魅力,可是男嘉宾们却偏偏视而不见,最终遗憾落单,成功的两队也只是走走行事,节目还没播完, 他们在现实中便早已分手,跟奇闻CP相比,相差甚远,心动3的失败,让节目组开始有了危机感,于是,今年的心动的信号4,有了很大的转变,首当其冲的,便是规则方面的变化,素人嘉宾们初见的地方不再是心动小屋,男女生之间的互动方式更为直接,除了素人嘉宾,明星嘉宾观察团阵容也堪比大换血,杨超越虽然在唱跳方面的业务能力不行, 但是综艺感还是很不错的,可惜的是,他并没能继续参与心动的信号4的录制,那么,你是否看好这一季的心动的信号呢?